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您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地 弟兄姊妹平安 又到了今天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非常高兴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 怎样蒙圣灵引导这么一个主题 怎样蒙圣灵的引导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跟你看过的耶稣与圣灵的关系 早已经建立在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了 圣经以羔羊代表耶稣 以鸽子代表圣灵 而鸽子则降下来 停在了羔羊的身上 换句话说 是羔羊的本性吸引了鸽子 就是圣灵 关于羔羊的本性 圣经主要提的有三方面 那就是纯洁 温柔和舍身为继 舍去自己的性命 那如果我们想与圣灵建立一个好的 个人的永久的亲密的关系 这三样特性是我们必须要培养的 纯洁 温柔 为侍奉神和侍奉神的子民而牺牲 这些品鸽能够吸引鸽子 令鸽子停留在我们那儿 他就不走了 那么至于愤怒 嫉妒 嚷闹 纷争 自高 等等这些呢 就会把胆小的鸽子给吓跑了 当我们放纵自己 在以上这些肉体的种种的私欲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再把圣灵请回来了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三个重要的结果 首先我想跟你强调一件事情呢 那就是没有别的力量 别的人或者是可以代替或者说取代圣灵的工作 它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我们不从他那儿接受的话 我们就没有别的地方 别的途径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了 我想跟你首先来看看旧约先知 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 看看这位先知是怎么说的 那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只是所罗巴伯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在这段经文里头 神排除了势力和才能 据我们的了解了 势力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才干 能力和本事那儿得到的 而才能呢 是我们可以从教育 经济 社会地位和别的一些因素当中得到的 可是 神对我们说啊 不管是势力也好 或者才能也好 都不能成为神所要做成的 宇宙之间呢 只有圣灵 可以做成神的工作 这些话是出自万军之耶和华的口啊 是那一位在宇宙间拥有所有势力 也可以说权力才能的主 他说的 可是其中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神拥有一切的势力才能 可是他却不让这些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 他不用他所拥有的这些势力才能 有时候啊 我们会盼望见到神以他的能力和权势去惩罚我们认为的某某某一些恶人 把他们丢到永远的黑暗当中去吧 但是 神不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样以势力啊 并不能够成全神在他儿女们身上的旨意的 换句话说 这样做不能达到神想要达到的结果 当然了 神终究有一天会要惩罚恶人的 但是神目前关心的是他的儿女们 他的百姓 所以他只能够借着圣灵来在住在他们的身上 做成他所要达到的结果 恶人 终有一天 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 这一点呢 我们大可以放心的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那儿告诉我们有关圣灵的三样事 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因为神吃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那注意了 刚强 仁爱 和谨守的心 这是神 希望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主要的结果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吧 圣灵要赐给我们怎么样的刚强呢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逼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第几 做我的见证 那这句话是耶稣在世上所说的最后的一段话了 耶稣说 不要立即去开始工作 不要开始传道 直到你们接受了从圣灵而来的属天的力量 那这不是军事上的力量 也不是体力 或者是什么的机械的力量 也不是我们的脑筋的脑动 就是脑力劳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超自然的属灵的力量 你看到了 福音的信息是超自然的 他主要是记载了一个人的死 埋葬 在坟墓里头三天了 然后从死里复活 升迁了 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 耶稣说 要传讲这些超自然的事 单单用自然的力量 去传是不合理的 他们所需要的力量 必须要配合他们所传的信息 那既然他们要传的信息是超自然的 那么他们所需要的能力 也必定要是超自然的 当圣灵降临之后 一种全新的超然的力量 于是马上就释放出来了 根据耶稣的计划 从耶路撒冷开始 一直往外传 一直传到地极 因此 头一样我们必须要知道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跟这个世界所认为的一些能力 是截然不同的 保罗说 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当我们模仿世人的方法 贪求世人眼中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真正属灵的成功的源头了 这成功是来自属灵的能力 是圣灵所赐 跟世人所拥有的能力 是截然不同的 这超自然的能力 能够行神迹 使人知罪悔改 并且为了罪 为了意义 为了审判自责 这个能力又把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 使人能得到完全的 全心的由神而来的生命 而这一切正是神所关心的 他盼望他的儿女们可以得到 那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神可以现在就对付恶人的 可是他不这样做 因为他正忙于为自己建立一个大家庭 他要为自己创造一般子民 而神所要使用的就是圣灵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的 那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 就讲到爱的时候啊 他是这样说的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注意了 保罗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那不是神一部分的爱啊 乃是神的爱 我常常对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说 你不必再求更多的爱了 因为这爱啊 已经浇灌在你里面了 你所要做的 只是把已经拥有的爱释放出来 那事实上啊 求更多的爱 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不信的一种表现了 因为爱已经在你的里头了 圣经说 神是无限量的把圣灵赐给我们 是没有限度的 神不会吝啬的 他把他整个的灵和他全部的爱 都浇灌在他的儿女们的心上了 我们的问题 不是没有足够的爱 只是我们不付出我们所拥有的爱啊 保罗对提摩泰所讲的第三件事就是 谨守的心 所谓谨守的心呢 意思就是 以神的角度去衡量一切的事物 这是最真实的 最正确的 圣灵绝对不会感情用事 也不会受外界的影响的 他能够看透周围的环境 看透一切的事物 看透一切人的心 他能够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 那在今天呢 人都希望知道一些真相啊 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棍到底 想知道真相 而能够把真相告诉我们的 就只有圣灵了 因为他不会隐瞒 也不会渲染 他是实事求是的 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对他的反应如何而已啊 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道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心意必须要更新变化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以分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 有相同的一段话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 圣灵要更新我们的心意 这不是心理作用啊 也不是教育的改良 乃是圣灵那超然的工作 宗教嘛 只能够更新我们的外表 唯有神能够更新我们的内心呢 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思念 当我们的思想改变之后 我们的生活就会随之而得到改变了 我们的责任是顺服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方面的引导 我说的是每一方面的 不是某些方面的 是全面的 总的来说啊 圣灵是唯一能够把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加给我们的 除了圣灵之外 没有别的可以取代的 而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所赐的一切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来谈谈 神的灵和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